本节目 好大 好大 好多年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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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了 你们都小心点啊 别急了 小心啊 你们这大周末呢 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啊 我们团现在天天排练 我们要准备一台节目 沿街宣传 这好 肯定受欢迎 奖励你 这个也给你了 不要了 你也吃 你必爱吃糖葫芦嘛 你哥最近天天说我胖 这个当奖励给你了 哥 你吓着我了 你吓我了 你知道 你也不天天说我嘛 你一天到晚跟我妹妹 出去瞎晃什么呀 什么的瞎晃 我接小花下班 小花下班用你接吗 顺道 哥 给你 又是你给她买的糖葫芦 没有 这次她给我买的 这还差不多 那是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什么叫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看看我妈 行了 你赶快进去吧 妈还念叨你呢 看你那牙上吃的 全都是糖葫芦 高兵哥 谢谢你啊 客气什么呀 那个 你还有事 你先忙吧 我回家了 你等会儿 你是不是又在我妈面前提梁东方了 那天 我无意说了一嘴 你是无意说的吗 你就是想逃我妈还心 你说 你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我累死你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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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儿都走了 我追他家 你快自己走吧 小花儿 等会儿我 看把你给灵俏的 你找梁东方谈了吗 谈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都说清楚了 没问题 全说清楚了 那他家里什么情况 他家里情况 来了 所长 政委 梁东方 我问你 陈锐章和杜宇明是不是该出院了 是 医院已经说了 他们恢复得很好 立心检查就行了 他们什么时候出院 明天吧 明天刚好有学员要去检查身体 把他们一起接回来吧 还有谁出院 黄威 康泽和王林基 他们得的是慢性病 得定期检查 调整用药 慢性病 要定期检查 这国家的医疗资源啊 本来就齐缺 还都让他们给占用 你这个同志 最近的思想水平一路下降 什么原因 我们的干部战士 要得了感冒 都不舍得去医院 那得花多少钱啊 为国家能省一点 是一点 思想虽然朴素 但是啊 境界不高 张东方 你要注意啊 平时不要大手大脚的 替国家能省一点 是一点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以前怎么说的 你说了 要竭尽所能 让战犯恢复身体健康 要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用药 你还跟我说了 毛主席跟周总理 我说了那么多 你怎么就记住这句话啊 那 这句跟我的工作有关系 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那好 我也生病了 我也要吃药 我要吃好药 吃进口药 他生什么病了 他生什么病了 他没病找病吧 宣布一个决定 根据上级的要求 我们将对 所有学员 建立完善的资料档案 资料档案建立 要凡两步走 第一步 由个人撰写自我简历 简历 要力求 详细 完整 真实 准确 不能马马虎虎 更不能敷衍了事 不符合规范的 我们将要求重写 第二步 根据个人简历撰写的情况 由我们提出问题和要求 个人对简历 进行修改和补充 从今天开始 晚上的时间 就留给大家 撰写个人简历 这是一项 非常重要的工作 期望你们能够 认真地对待 一个月之内 圆满地完成 这个任务 他们什么意思 这还不明白 通过你写履历 让你认罪 让你悔过 让你交代过去的罪行 我有什么罪行 你带领部队和解放军共产党打仗 这就是你的罪 战争又不是我挑起的 跟我没关系 我有什么罪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反正目前中共的逻辑 你带兵打仗 你自然就有罪 党兵的各位齐主 难道让我一边拿着党国的薪水 那边暗通共产党 天下有这个逻辑吗 只有两种人承担战争罪行 一种是战争的决策者 另一种是在战争中 滥杀平民 毁坏历史文明的 这两种人我都不是 老弟呀 你可真是天真 我天真吗 说你是决策者 你就是决策者 说你是滥杀平民 你就滥杀平民 这是信口开河 我问你 当年你带步 参加莱坞会战的时候 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有这事吧 那么大一场战役 怎么可能没有平民伤亡 既然造成了老百姓的伤亡 你不负责任 难道会让他们负责任吗 这就是强权逻辑 反正让我卑躬屈膝 小心翼翼以俯首称臣 我做不到 我你可去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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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你放心吧 宿舍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在离我们医务师最近的那间 然后大家都住在一块 你们俩就多照顾他点 他身体不好 等你身体好了以后 咱们再回大宿舍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谢谢了 咱们快回去吧 这儿太冷了 走 你们两个把行李拿过去吧 老杜回来了吧 今天天好 我要见见太阳 看看大家 就是了 走走走 去看看 走 东一鸣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们还好吧 我们都挺好 小梁 让我们扶着他吧 行 那就麻烦你们了 好 谢谢啊 来来来 老杜啊 老杜啊 你怎么样了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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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差一点儿 见不着你们了 哎呀 不会 你老兄命大 他说得对啊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哎呀 过了这一劫啊 我呀 暂时是死不了喽 哎呀 别老提死 根本就死不了 走 慢点走啊 走走 再转 走 多转转 慢点啊 来 老爷 那不杜玉明吗 是 是 看来病好的差不多了 前两天听说 差点不行了 嗯 这么快就出来了 共产党对他不错呀 我听说 为了给他治病 所有的药物 都是派人从香港买回来的 是吗 嗯 还是官大好啊 你我就没有这种待遇 嗯 你说他这么恨共产党 共产党为啥对他这么好 羡慕人家了 你看看人家 啊 老多 老多 挺好的啊 回来了 老多 还想你这儿 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了 那我是不是比你还强点儿 你还参加过共产党呢 你不是现在跟我一样住在宫德林啊 你别提我这些破事儿 怎么的 后悔不 后悔有什么用啊 谁都有后悔的时候 不见得吧 共产党的感情 比我们可复杂多了 能少说两句吗 哼 你对共产党应该是 又敬又怕 又爱又恨吧 哼 你这么说我 你比我强多少吗 哼 怎么了 我在国军系列里头 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我曾经指挥过一个整鞭尸 手上有坦克 大炮 重武器 在山东战区 我的部队全军第一 没错 所谓的全军第一 真是了不起啊 那当然 还不是到头来 把这些精良的装备 乖乖地送给了共军 对 你老哥 还不是跟我一起 在这里做伴啊 杜予明终于回来了 状态不错 听说会笑的 在医院啊 医住就是几个月 我们给他支付了 四百多块钱的医疗费 这相当于我们一个作战连队 一个月的伙食费 心疼那些钱了吧 太心疼了 我记得在解放战争后期 当中央公布了一个战犯的名单 包括蒋介石 何应钦 陈诚在内 总共四十三名 目前在我们龚德林关押的 这些战犯当中 能够上那个名单的 只有杜予明一个人 杜予明啊 以前是东北的最高指挥官 后来呢 又是淮海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算起来还是咱们龚德林 头号战犯 你说这杜予明和王耀武 谁的官大 为什么王耀武 没在那份名单上 两个人职务差不多 王耀武是封疆大吏 影响主要是在华东华北 这杜予明啊 是战区司令 影响啊在全国 所以这也是他榜上有名的原因之一 那你说他们俩谁的本事大 陈司令和素司令说过 王耀武是国民党里面 会打仗的几个人之一 王耀武仅仅丢了山东 而杜予明丢了东北不说 还丢了整个中原 作为军人 杜予明比王耀武更失败 也不能怪他们 主要是我们解放军啊 实在是太能打了 小兰侯师 找我啥事 这是这个月的报销单 医院刚给我的 您签个字 我的个天老爷 这怎么花这么多钱呢 这个这个月病号多 住院的也多 这有事没事 他老住什么医院呢这是 这么好的医院 我都没住过 林生你这么好不用住院 住院干什么呀 享福啊 住这么好的医院呢 不就是在享福吗 其实也不光是住院 还有配眼镜啊 配假牙 还有一个人还装了假枝 你说这一个来月医疗费 就活了这么多 这不租呢吗这是 副所长 这公安部都拨钱了 专款专用 时报时销 您就签个字 花的又不是咱们 工作林的钱 那公安部的钱 不是国家的钱啊 那不是人民的钱吗 你说这么多钱花在这帮家伙身上 这不就是浪费吗 这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这就是刀刃 您发现没有 这帮家伙 都是在国民党那边得病 跑我们共产党这边来治兵来了 你这这这不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吗 这不是欺负老师的吗 那您说您决定怎么办 如果是公安部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 我就俩字 不管 副所长 小龙护士啊 我真不是难为你啊 你说这么多的钱 能买多少白面 能买多少大米 能养我多少人哪这 这这我真不能签 你 笔 不 要不你找所长去 你看看他能给你签吗 这不是在烧钱呢吗 你说 慢点儿 别着急 杜长官 所长政委来了 来 来 来 慢点儿 慢点儿慢点儿 慢点儿 小心 政委 杜亦明 我和所长过来看看你 谢谢 谢谢 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算是活过来了 我看你可以走动了吗 有他们扶着 慢慢地也可以移动 嗯 政委 所长 他的结合病 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只是 他的脊椎骨 已经完全变形了 睡觉的时候 不能平躺 这方面啊 会比较痛苦 我也正在想办法 好像可以用石膏 根据脊椎骨的形状 交住一个模型 以后啊 就睡在那个模型里 我也只是见过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您可以试试啊 那好 明天我就派人去买石膏 好 不要再给你们添什么麻烦了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我们一定会尽量做到位 你有什么想法 什么要求 也可以告诉我们 谢谢 陈日章怎么样 所长 陈日章 你怎么样 所长 干政委 我的病好多了 就是身上没有力气 走几步就喘 他现在的主要情况 就是心肺功能还没有恢复 你这个病我知道 就是恢复起来要慢一些 大概需要几年的时间 平时不能劳累 还要注意加强营养 谢谢 谢谢你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人就吃小灶吧 不出早操 也不参加劳动 怎么样 政委 好 那你通知一下随时办 好的 他们两个人的饮食起居 就由你们来照顾 有什么需要 报告值班班长 是 我就不用吃小灶了 让老杜吃吧 为什么不吃啊 我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也干不了 以后也不知道 还能做什么 只能给你们 增加负担 我这辈子 只能做个寄生虫了 你这个想法就不对 我觉得啊 你在恢复身体这段期间里 一定要认真学习 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争取早日 做社会主义新人 这也是你对新中国 做的贡献吧 我发现这国民党的军官啊 身体都不怎么样 这慢性病的比例 非常之高 是啊 在功德林里面 好多人啊 都有病 而且有的还病得非常重 为什么这样 他们不都是高级将领吗 国民党政府 为什么不给他们治疗 蒋介石 他根本就不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手下的这些将士 全部都应该舍身负死 这什么统帅啊 有一次我负了伤 首长嘛 是问寒问暖 甚至要动用地下党的官许 把我送到北平去治疗 后来聂老总见了我呀 还专门问问这些事情 这也是我军战斗力的来源之一 你说 这杜宇明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他现在算是平静多了 刚被扶的时候可不这样 那时候发脾气 找茬 砸东西 还自杀了两次 差一点就死了 放不下身段 总跟看守人员说 叫你们陈老总过来说话 吓子够大的呀 是啊 肃司令呢生怕他死了 就给陶永司令下了一个死命令 一定要把活着的杜宇明 附送到三爷指挥部 陶司令就安排人 给他做了六菜一汤 请他吃饭 还抽掉了一个警卫班 二十四小时地看着他 又派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参谋 一路上陪着他 这个参谋啊 倒是挺聪明的 就跟他说 我也是从国民党那边过来的 这一下呢 就得到了杜宇明的信任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 聊得挺好 这才到了三爷指挥部 还真不容易 要这么说的话 这杜宇明进步还不小 没错 我估计啊 他现在也是想明白了 觉得这么瞎折腾啊 也没什么意义 白费力气 虽然起步比较低 但是总算是进步了 他现在的问题是 能够面对现实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他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必须要参加学习 必须要改造世界观 啊 让他写简历 没什么问题吧 他必须写 必须走出这一步 首先要认识过去 还能够开创未来 嗯 是这么回事 好 叶市长 叫我名字 别给你惹麻烦 没关系 我是医生 你去吧 是 来 坐 叶市长 你也坐 你也坐 你在我们八十九师 没待多久吧 没多长时间 后来我就调到了整边的四十九师 可以没待上几天 就在苏中战役 被解放军俘虏了 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 就知道逃跑 他哪会打仗 一场解放战争打下来 那些国民党的将军们 又有谁 还敢说自己会打仗啊 说得对 对 我们这是遇上可行了 你背负以后 就直接参加解放军了 背负之后 解放军知道我是医生 就立刻让我去战地医院 抢救伤员 是 当时 我连军装都没来得及换 你就 一点都没反抗 没反抗 我没必要反抗 我是抗战的时候 当的兵 当时就是想救国图存 内战爆发之前 我已经对国民党政府的那套内战政策 心生反感 并且打算退伍还乡 可尚丰一直不肯批准 明白了 你早就是身在曹营 身在汉了 我这可不算什么 那些基层官兵啊 也是连军装都没来得及换 就调转枪口 这一场仗打下来 有很多人 都成了解放军的骨干了 真是想不明白 共产党他是怎么做到的 好 我也经常在琢磨这个问题 想明白了吗 没有 怎么说呢 当时啊 感觉 就像有魔法 什么破烂魔法 那就是共产党的宣传 好 叶市长 你看 我光顾着和你说话了 我都忘了问你 你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 挺好 好 叶市长 给 真小毒了 你以前就没生过病吗 生过 但我们市的医生 知道怎么跟我打交道 我想起来了 我在八十九十医院 听说过一点 来 我来 好 好 来 深呼吸 再来 深呼吸 叶市长 你的心肺啊 都很正常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天啊 你就是跑步跑得太快了 这体力消耗大 心肺功能啊 没有跟上 所以导致了你啊 缺氧休克 现在真的是一个废人了 跑个步 都能摔倒 想当年 打一天仗 回来还能打一晚上篮球 叶市长 明天 要不后天吧 我安排你去军区医院 做个体检 不用 没什么事 不去医院 进龚特林的时候 做个体检了 心脏 是人的关键部位 检查了也就放心了嘛 没什么不放心的 还不如死了呢 以后啊 要注意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干吗 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叶市长 这身体和立场 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其实 真不想有个好身体 我巴不得得一场大病 就这么死了算了 共产党不用过意不去 国民党 国民党也不用再牵挂我 你还年轻 不应该这么想 你是医生 你不等政治 是 看来你的洁癖还挺严重啊 连洗手都有一套精致的动作 给 不用了 我也知道这毛病不好 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下 更要不得 改不掉 热爱清洁的人 也热爱生命 是吗 热爱清洁的人 对生命的质量 更加讲究 今天 杜宇明和陈瑞璋都出院了 他们的精神面貌看上去 好了很多 脸上也有了笑容 杜宇明曾经在生死线上争查 为了挽救他的生命 连周总里都惊动 杜宇明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生患多种疾病 被俘之后 在我党政策的关照下 全欲了 这是我们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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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 你不是不舒服吗 我来给你送药 我就是有点情绪 跟你开了个玩笑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 你呀特不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就是假装全心全意 假装无比热爱 对不对 在阴暗的角落里面琢磨手掌 你们医务室的功能 什么时候改变的 谁让你表现得这么明显 我这也不是假装 虽然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但是我必须全力以赴 完成上级交为我的任务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我 我就是给你送药 你就别糊弄我了 你进门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 什么都瞒不过你 这是上个月公安医院的单子 你给我签个字吧 这事是胡大叔负责呀 他不给我签 他为什么不跟你签啊 他说 浪费 太直了 凭什么呀 他倒是没说错 咱们国家呀 现在还这么穷 这钱啊 就这么花出去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给签番的政策 都说了 看病就到公安医院看 眼镜随便配 假牙随便香 开支时报时销 咱们得执行好 你现在说话还一套一套呢 跟你学的 那行吧 回头呢 我跟胡大叔说一声 这事啊 还是让他来解 行 反正要是解决不了 我就跟政委告状 政委是不是找你了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呀 就问问问家里的情况 家里什么情况 就是问问什么 家里有几亩地呀 养了多少牛啊羊啊猪啊什么的 那把枪你上交了吗 那是我问一个老首长借的 我已经还给他了 老首长 哪位老首长 你不给我签字 我不告诉你 嗯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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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四 通讯员 通讯员 报告 起来 所长 您没事吧 哪儿不舒服 没事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 叶丽三不肯出操 说是要见你 他又出什么妖蛾子 不知道 我们问他了 他不肯说 非说要见你 你带他到会议室吧 我马上就过去 是 一二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一 一二一 所长 叶丽三带来了 带他进来 叶丽三 进来 王所长 有什么事你说吧 我要抗议 你抗议什么 抗议你们虐待我们 我们又虐待你们了 你们在生活上虐待我们 你能说得具体点吗 当然可以 咱先说伙食 你们给我们吃的是什么 暂且不说好坏 什么高粱米 玉米 小米 都拿来给我们吃 你们拿我们当伤口 还有什么 我要吃红烧肉 红烧肉 有一个问题 我也很难理解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说 一般人在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一大早上 就想吃肉 这种情况 一般都会发生在晚上 你不会是想着一晚上吗 不行吗 不行吗 我早上就想吃红烧肉 不行吗 我们想吃顿红烧肉 都要求了多少回了 到现在都没有吃上一顿 红烧肉 香啊 谁都想吃 可是这肉现在实在是太贵了 红烧需要很多肉 我们现在只能拿肉去炒菜 这样吧 新年的时候 一定让你吃上红烧肉 等 等不到新年了 我对你的解释不满意 你不会是怀疑我们贪污了伙食费吧 没这个意思 共产党要是贪污 也不会到今天 你这话说的还是有点良心 叶丽三 你知道你们一个月的伙食标准是多少钱吗 你又没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每人每月十块钱这是大灶 伤病源是小灶 每人每月十六块钱 中秋过年等节日 每次补贴一块 就挣了点伙食费 这就是虐待 我们不够吃 严重不够 你跟我来 好 所长 忙着呢 叶丽三 你知道我们部队每个月的伙食标准吗 不知道 每人每个月是四块钱 不可能 你知道 北京市居民的伙食标准吗 不知道 每人每个月 只有两块钱 我不信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派一个战士 带你到胡同去 你得找人 可以随便问 你们干部 应该比我们吃得好 我们干部战士 全部都在这个食堂 伙食标准 也都是一样的 今天早上 你们的早餐是 每人两个肉菜包 一个鸡蛋 一个白面馒头 玉米面的窝窝头和小米粥是不限量 咸菜有三种 而我们呢 没有鸡蛋 没有乳菜包 小菜也只有两种 早餐还没开 东西全都摆在这儿 你可以自己看 你现在应该明白 我们为什么不跟你们在一个食堂吃饭了 你们是干部 你们不一样 你们有津贴 你们可以自己出去吃 我们确实是有津贴 可你知道我们的津贴是多少钱吗 多少 普通的战士 每个月是两块钱 我是正团级的干部 每个月是四块钱 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而且你们的生活用品是公费开支 我们的生活用品 牙膏牙刷 脸盆肥皂 全部都需要自己够完 行了 没别的事 你可以回去了 多长 快点吃饭了 来了 叶李三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吧 是啊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也没什么事 他就是想吃红烧肉 红烧肉 啥玩儿 他想吃红烧肉 我们半年都没认识红烧肉了 我把他的红烧肉给炖了 政委 我考虑啊 把公安部给我们班部的标准公布出去 可以 那个标准没必要保密 这样呢 他们就不会再胡思乱想了 让他这么一说 我也想吃红烧肉 我看你像红烧肉 好 全体 跟大家宣布一个事啊 公安部 对龚德林学员 生活的待遇标准 已经贴到公关栏上了 大家 有时间可以过去看一看 接了 解散吧 你看服装费 每人每年单衣一套 七块五毛钱 衬衣长短袖各一件 单参加劳动的两年一套 不参加劳动的三年一套 每一套年衣十七块钱 布单鞋五块钱 还有袜子 这儿 所有服装均用平纹布制作 好 每人每年 毛巾给了三条 一块二毛钱 还有牙粉呢 牙粉八包五毛钱 牙刷两把一块钱